接下来所谓的雨期 这个雨学测也考过 你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 你会发现的上面一个北台北一下 现在是台南 两个的主要降水都一样 都什么时候 五、六、七、八、九 五、六月什么雨 没雨 七、八、九 台风 所以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 我们的主要的降雨的时间都一样 就是五、六月的梅雨 七、八、九的台风 八、九的台风 但是别的月份就不一样 你会看到别的月份上面台北 十月到第二年四月 台北还有很多的雨水 那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过我们 东北季风出来的时候 因为地形台湿我们多雨 你们在那个地里学过什么 基隆是地形 你就这个嘛 可是你看南边就几乎怎么样 没有水了 南边就没有水了 因为呢 东北季风吹不到就是干旱 就是你们学过的 南部冬天是所谓的干季 然后考试考什么 考试曾经考过的题目 曾经有人考过的题目就是画 就是问你这两个雨水什么雨水 五、六月是梅雨 七、八、九是台风 第二个就是画一个土刀问你 问你这个是北部还是南部 冬天雨水多的是北部 冬天没有雨水的是南部 南部 OK 好 那春雨 正常的春雨大概是三月四月 正常是所谓三四月 但是如果你要把二月也当做春雨的话 也没有关系 就这个时候有叫春雨 春雨是不稳定的 季节转换天气不稳定 不稳定的时候情况是 第一个是它 有的时候今年有的时候有下雨 有的时候没下雨 第二个今年跟青年比 有的时候一直有的时候雨水少 天气不稳定 你可以看到这边写一个 春雨贵如有 你看到春雨贵如有 人家讲是春雨怎样 很少啊 所以有时候春雨会很多 所以后面有一句话 后面这句话台语跟国语都有 台语叫做春风好后面 春风后母面 意思都是说那个 春天的天气跟晚娘面孔一样 说边就变 班年跟班淑一样 但是讲这句话有歧视后母的嫌疑 所以现在都不像 现在把他台语叫做 春天孩儿人面 一日变三 因为小孩子在那边 小孩子就会一下子笑 好开心 哭都好难过 好难过 所以 所以 人家都要歧视小孩 两次变 所以春天孩儿人面 一日变三面 春天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 所以我们南部有所谓的 结构性的刚刚问题 什么叫做结构性刚刚问题 就是因为我长成这样 所以我容易到叛战 因为我们南部冬天几乎都没有雨水 主要要靠梅雨跟台风 所以如果今年碰到一个干梅 它就很容易缺水 如果碰到进来一个风调雨顺 活泰民安 所有台风都过其门而不入 都不来 那南部到了下半年就要挫起来了 它就没有水 它水会不够用 所以叫做结构性的刚刚问题 不过这几年 首先来拉几个多数北部 但是跟一些用水量总是有关系 多数水量有关系 好 好整理 冬天的时候吹什么风 风北季风 有一种天气来的时候 我们温度会下降 吹柳 吹柳 文言文叫做 吹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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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比较大 春天就各地春暖花开 万无惺惺向荣 谁的势力减弱 谁的势力增强 冷风 逐渐水风 不是冷风 哪个气团 蒙古利亚气团 哪有什么蒙古利亚 蒙古 蒙古 蒙古大陆气团减弱 太明洋海洋气团增强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受到冷风的影响 大概到2月到3月都还可能会有冷风 大概到3月都还可能会有冷风 2 3月都还可能会有冷风 冷风影响台湾 3月时还会有台湾 蒙古大陆气团 太平洋海洋气团 太平洋海洋气团 太平洋海洋气团增强 然后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 春末夏初有一种东西带来丰沛的雨量 有个天气现象 梅雨 这时候呢 两个竟然势力相当 因为势力相当 所以会造成什么封面 滋留风 滋留风在 滑南有什么什么一带 OK 滋留风 好 然后就叫做春末夏初 到了夏天月季会很高 夏天我们主要有两种雨水 一个是 台风 很好 台风跟午后雷震雨 这时候谁的势力大 气团 太平洋海洋气团势力强 太平洋 太平洋 海洋气团势力减弱 蒙古大学气团势力增强 就开始会有所谓的冷风 如果大概从九月底 十月初就会开始吹东北季风 然后就开始可能会有冷风会出现 开始会有冷风会出现 这要做秋天 秋天 好 好 这个是 台湾的天气变化 这里讲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吧 台湾的气候随着四季不同 而有不同的变化 无论在温度或雨量 都会随着四季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个 第一个 冬季 冬北季风 冬季雪 长吹东北风 气温较低 天气变亮 冬天的东北季风 由东北经由东海吹向台湾北部 为台湾北部带来雨量 冬天的北部经常是虚冷的天气 但东北季风向南出到雪山山脉就被挡住 虚冷的风无法延伸到台湾南部 冬天的东北季风是台湾教育的主要原因 但因东北季风被雪山山脉挡住 因此 它的南部呈现较干燥的气候 由基隆和高雄的雨量对照表来看 冬季十一十二一二月 基隆和高雄的雨量就有明显的不同 台湾的天气变化 炸进西南季风 在夏天时候 台湾出了雪西南风 天气变得炎热 常常会有太平洋低压所形成的海风 对台湾带来清水的雨量 夏季的午后也常由空气对流而形成的大霉雨 台湾的夏季有西南气军 日落就有雨 台湾为全台湾带来充沛的雨量 由基隆和高雄的雨量对照表来看 夏季六七八九月 基隆和高雄的雨是炒落 可见夏季台湾是全台有雨 冬季 冬 四季的变化 冬季 大陆冷气团势力再强 冷风移动速度快 冬北季风重行 平均越军温为15到18度C 寒潮来袭时气温重降 春季大陆冷气团转弱 太平洋暖气团逐渐增强 他这个图是错的 太平洋在增强 大陆在减弱 可是这时候太平洋还是没有比大陆冷气团强 它的红色应该还是不会比蓝色大 所以这个图画错了 防受到冷风的影响 对地气温逐渐回升 春雨使得万物升肌蓬勃 温下交替 大陆冷气团和太平洋暖气团势力相当 光波浪是指寒强 比较ymbe 陆冷气喜 北雨带来丰厚的雨量 是主要的降雨期之一 大陆原气高极 太平洋暖气团势力较强 较小有风力影响天气 平均越军温为27到28度C 海风和5号雷震雨带来许多雨水 也是主要的降雨期之一 周季 太平洋暖气团建座 大陆冷气团势力逐渐增强 冷风影响力渐增 氛气开始转量 气息状况多不稳定 好 这是内容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你写课堂练习